巫统从长政权后 国阵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及今日 向西蒙和国盟放狠话 要双方都应该为各自政府垮台负责 人民对前两届政府的不满 是由于政府未能兑现承诺 他说 国阵在执政期间从未违背承诺 当西蒙和国盟垮台时 不要责怪国阵 他们应该责怪自己 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方式 为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而自责 阿末扎西抨击国阵的逃兵 称他们是指关心权力和金钱的无耻懦夫 他说 自第十四届大选以来 约有15名巫统议员叛逃加入土团党联盟 而纳明区国会议员拿督罗兹曼加入沙明星党 当我们输掉大选时 很多国会议员因为权力和金钱而跳槽时 我们国阵确实感到被出卖了 但人民力量党的大力支持帮助国阵重新站起来 他说 所有国阵党员现在必须忠于党 国阵也在为下届大选挑选合适的候选人 阿末扎西 今日主持人民力量党 迈克尔·塞克提第十三届年度大会时 也说 虽然国阵在第十四届大选中失败 但他有信心 一旦第十五届大选举行 国阵就可以重新获得执政地位 因为现任政府由国阵领导 我们希望赢得第十五届大选 我们不能失去任何席位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不择手段抢占所有席位 不讨价还价 我们将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 他也说 国阵可能会在下届大选 支持人民力量党候选人 虽人民力量党不属于国阵 但该党是亲国阵政党 面对官司缠身的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希望 在接下来两年会继续寻求 上阵竞选国会议员 根据联邦宪法 如果一个人被判处超过一年的监禁 或超过两千零级的罚款 如果他不被赦免 他将失去作为国会议员的资格 纳吉在周六 接受外媒采访时指出 他对取消国会资格的回应 取决于他如何解释 这取决于法律的解释 宪法以及法庭听证会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 他回应说 任何想扮演他角色的政治家都希望赢得国会席位 因此 纳吉不排除 再次上阵 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由巫统和伊斯兰党结盟形成的全民和谐 Mufarkat National 或许因为一党靠拢土团党而受到打击 但这种联盟并没有结束 虽然双方关系相当冷淡 但分析人士认为 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中 双方合作仍有可能 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 他们还补充说 巫统可能会在选举前更换主席职位 这可能会重新点燃双方之间的合作 但也有分析认为 联盟合作已名存实亡 双方只会在特定选区进行合作 据透视大马报道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IIUM 东姑莫哈博士说 权力结构的变化 或许也助长了两党关系的冷淡 虽然全民和谐的目标已经落空 一党似乎向土团党政权靠拢了 但这并不意味这一党 不会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中 再次投票支持巫统 他全民和谐还没有结束 一党其实很有政治头脑 他们会加入一个回报更高的政党 因此 我们不排除一党看到资金后会选择 重新与巫统合作 尽管巫统认为一党向土团党靠拢是一种背叛 但东姑莫哈表示 该党将继续与一党合作 巫统认为他已被一党出卖 但巫统的主要敌人是土团党 如果可以利用伊斯兰党带给土团痛苦 他们会这么做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为何巫统没有强力谴责一党 靠拢土团党 马来亚大学 社会文化副教授阿网阿兹曼 则不看好两党可以回到 之前的合作状态 我认为 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中 巫统与一党的合作只会延伸到某个领域 这也取决于两党之间的个人关系 以登加罗为例 两党很难合作 因为他们都想赢得席位 在全民和谐成立两周年之际 两党都没有庆祝 可见一党与巫统之间隐藏的问题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 全民和谐已经崩塌 在西蒙与政府签署 谅解备忘录MOU后 沙巴明星党主席沙菲伊阿达强调 这不应影响尚未签署备忘录的其他各方 尤其是在帮助人民方面 他说 应该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而不仅仅是人民代表签署 被忘录的地区人民 不应该因为我们明星党没有签署 而阻碍帮助人民 为我国急需帮助的人们提供帮助 不仅是食物篮子 还有安全和就业机会 他周六在沙巴明星党总部 接受访问时说 所以不要让他成为帮助我们人民的先决条件 沙菲伊指出 明星党与政府合作 注明没有障碍 但支持的形式不需要备忘录 他解释说 如果以备忘录的形式进行 反对党可以进行的制衡 将被削弱 我们不想受这个协议的约束 我们需要制衡 这是反对党和执政政府的主要目的 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我还没有看到 与英国、美国或任何成熟国家的 反对党的谅解被忘录 他问道 我为什么要签署并鼓励签署成为明星党 和其他国会议员的问题和压力 他补充说 签署的备忘录 必须让人们看到其行动和结果 而不仅仅是为了政治利益 如果今天政府和领导人强调先本 那地区或沙巴任何地区需要疫苗援助 我们是否需要签署备忘录 他强调 重要的是人民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签署备忘录后 可以获得帮助 这不是人民的利益 这是签署备忘录政治利益 是的 以上帝署的事情是在签署备忘录旺盖以后 我还需要救 Marina